最后出场的这位也是一位酒庄的主人 他的庄园位于加龙河畔 风景秀丽 不同的是 他的庄园并不是家族传承下来的 而是自己购买的 他是波尔多当地典型的新生代庄主 难道他就是小五苦苦寻觅的那位有缘人吗 幸福来得好不容易 才会让人感觉珍惜 好吧 我们不得不承认 今天只是跟小五开了个玩笑 虽然无法在短暂的时间里 帮助他在波尔多享受爱情的滋润 但却可以让他能够在这里 处处感受到波尔多人的浪漫和热情 这是我第一次跟法国的家庭一起用餐 我觉得太温馨了 有烛光 然后有一对恩爱的夫妻 还有一个漂亮的小孩 这是我的幸福 这是我的幸福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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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曾是法航的一位空姐 而Olivia之前的工作 是在巴黎做葡萄酒的经销商 两人相识后 为了完成Olivia的梦想 两人卖掉在巴黎的房子 为所有的积蓄 在波尔多买了一座庄园 又两人的双手 经营起共同的事业与爱情 虽然在聊天的过程中 两人不时想起一路走来的波折 与生活上的小摩擦 但言语之间 却流露出幸福的滋味 其实现在跟布尔多庄主 一家人一起吃完饭之后呢 我发现我的寻找浪漫 真的是太单一了 因为其实这个浪漫 可以说是庄主对他妇人的爱 也可以说是对他孩子的爱 更可以说是他对事业的执着 而我觉得这才是 对浪漫真正的定义 对浪漫真正的定义